一种连烟海雀都要甘拜下风的食物 就连如毛银血的应有特人看了都只摇头 锋利的刀子 直接划开海象肥胖的肚子 厚重的脂肪切割起来晃动不止 割下一块肥美的脂肪 喂给饥饿的孩子 这便是孩子们唯一的零食 将海象分解打包后 扔到仓库 进行一个月的自然发酵 发酵好的海象肉 奇臭无比 其味道堪比应有特人的烟海雀 但在他们眼里却是人精极品 上级说到 楚客其人捕获了一头灰精 肥美的精肉 让全尊人过了个肥年 灰精脂肪直接拿来做凉拌菜 与紫酱和油脂应有尽有 由于北极无法种植蔬菜 楚客其人会用另外一种美食代替 猎人们正在观望海象群的动向 一旦发现水面有动静 会立刻全体出动 北极的夏季没有服兵 楚客其人只能依靠船只来追捕猎物 锋利的盗似箭头已经就位 海象拥有长长的獠牙 面对人类的靠近也是无所畏惧 五公分厚的盔甲是他最牛的底气 猎人瞅准时机 狠狠地抛出长矛 即使使出吃奶的劲 仍无法刺穿海象皮 要想控制海象 只能攻击他最柔软的部位 急眼的海象此时已经暴露 举起长长的獠牙发起了攻击 随着一击长矛精准命中 疲惫的海象最终难逃厄运 猎人将海象固定到船身 不服气的海象还在骂骂咧咧 最终憋着一肚子怨气也恨西北 这只海象的体重在两吨左右 猎人利用卡车将其拖上岸边 政府给予他们每年捕捞的固定配额 一旦发现过度捕捞或者尺寸不达标 他们将会面临巨额罚款 意思就是打猎只能用于解决温饱 如果进行商业捕捞 那等待他们的将是牢狱之灾 孩子们高兴地站在海象身上 随着卡车的缓缓移动 肥胖的海象被拖到居民区 迎接他的将是大写八块 而这只海象 老布并不会和村里人分享 将海象挪到合适的位置后 女儿递给老布一块砂石 老布开始打磨刀子 并分析着切割的部位 锋利的刀子划开海象布子 里面白皙的脂肪显露出来 海象的所有内脏都不会被浪费 由于北极无法种植蔬菜 身体便无法摄取所需的维生素 海象的肉质富含高量的蛋白 以及丰富的维生素 这完美的补充了没有蔬菜的缺陷 一旁的孩子饥饿地看着大人分解 猎人直接拿起一块脂肪喂给孩子 高热量的食物能让身体保持温暖 他们要趁着天飞之前 将海象处理完毕 用海象皮将肉包裹 这便是他们的打包方式 将打包好的肉包直接扔进仓库 包好的海象肉 要在仓库进行一个月的发酵 这样制作的过程 堪比应有特人的烟海雀 由于夏天没有冰箱 食物固经过处理 会发生腐烂 海象肉经过一个月的腐烂发酵 整个仓库都弥漫着师傅的味道 老布取出一块腌好的内脏 直接用刀子切下一大块 此时方圆三里充斥着腌海象的臭味 还想在海洋中生活 其肉质也略带盐粉 危险中掺杂着腥臭味 混合着一种下水道的味道 老布放进嘴中 便开始了大块锅 他们有时也会选择炖制 烧火的煤炭 对于他们来说特别珍贵 孩子们纷纷已经上桌 老布从锅里捞起炖好的大肠 新鲜的食材不需要放任何调味料 他们追求的就是原汁原味 这三分熟的肉质真是让人堪忧 肝脏上甚至还有残留的血迹 经过腌制的海象肉 其色则让人更有食欲 炖好的味道也是大不相同 而这紧致的肥肠 却是孩子们的最爱 当然 除了填饱肚子以外 海象长长的疗牙 也是他们赚去心情的一种方式 将象牙切割后 雕刻师傅会在象牙上 雕毁出精美的图案 做好的成品 会在市场上卖出一个不错的价格 虽然残忍 但这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